做了坏事千万别发朋友圈 因为那不是炫耀的资本 而是埋葬自己的坟墓 天王灰灰若而不漏 恶人终将得到惩罚 提冷昏暗的巷子里面传来女孩尖叫声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路过这座巷子 看到女孩遭受非人的折磨 他挺身而出想要制止这群施暴的小痞子 然而就算大爷伸手不凡 宝刀未老 也很难打过一群亡命之徒 大爷被这群小痞子奚落之番之后残忍的杀害 很快他的尸体便被发现 警方进入了调查 警察对受害者的印象并不好 带着固有的傲慢和偏见 老大爷不是普通人 他名叫查理 曾经刺杀江湖几十年 也没少见过举余子 这里的老警察都认识他 大爷生活的区域曾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只不过金沛携手好多年 大爷说不上有多么的正义 大爷绝不是无恶不测之徒 至少在大爷管理区的时候 不会发生调戏妇女或者杀人的大案 而现在由于预算消减 接上巡逻的警察越来越少 一批又一批的小痞子们潜伏后继 夜晚成为他们犯罪天堂 大爷的朋友李奇虽然没有看到行凶过程 但他敢确定罪犯就是一二那帮人 在案发当晚 只有他们经过这里还和自己发生争执 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泰勒坦长 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揣测 便去刷补嫌疑犯 他们需要的是确凿的证据 况且一二组织是他们这一代出了名的恶霸 就连警察也不能随便招惹他们 以亚伦为首的一二组织 说起来的确不是一般人敢招惹的对象 他们是一群崩化症状的小伙子 以打架结设备中 附近的案子几乎都和他们有关系 他们心狠手辣 被他们盯上的人无一信念 就连小婴儿都不会放过 而那晚在箱子里面遭受非人待遇的女孩 便是头领亚伦的女朋友 正作为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可坏男人有时候不一定是人 亚伦从来没有将他当成自己的女朋友 他只不过是自己卸欲的工具 只有劳伦自己沉寂在爱情的唤醒当中 认为他是个混蛋 但真心爱自己 年少无知 设施为深 一不小心中了人渣的拳套 亚伦把他带到自己朋友那里 将劳伦变成所有人欢快的工具 查理目睹一切 想要救他 不料被杀死 查理死后 他的朋友李奇非常难过 打电话通知查理的弟弟 阿齐尔来悼念他 他是查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30年 李奇第一次不通阿齐尔的电话 他有些激动 他等这个女人等了30年 至今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30年来第一句话不是完全 而是告知哥哥的死讯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哥哥这么快就死于非命 阿齐尔 马不停替从西班牙回到了英国 他的第一时间就是来到案发现场 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他咽不下这口气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哥哥死得不明不白 在案发现场 他遇到前来调查的探长泰洛 他们的调查让人十分卧火 其实亚伦有着重大嫌疑 可还是让他从死里眼皮底下逃走了 在他们眼里 亚伦只是一个孩子 就算再怎么换 也还没有到杀人的地步 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阿齐尔等人身上 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查理的死 而和警方作对 他们这种故意的傲慢和偏见 让他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阿齐尔知道调查从来不是为了惩监除恶 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他们可以不管查理的死 但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这么算了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替哥哥讨为一个公道 他想要调查并不容易 他们早已不是江湖大佬 又离开这里几十年 对周围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 消息既不能像以前那样良通 当他们一筹莫展之心 对手送来一个大礼包 他们将那晚所作所谓拍了下来 发布到网上 因为是秘密网站 知道的人并没有多少 也查不到视频的来源 仅凭录像画面 并不能确定有谁参与 也查不出幕后的主持 李青想要将视频交给警方 但被阿齐尔给拒绝了 警方很有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放过他们 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并不是复杂的问题 李青认出视频中的女孩子 顺着这条线索 阿齐尔找到了劳伦 希望他能成为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可是劳伦受到亚伦的威胁 尽管他也是受害者 但他什么都不能说 他害怕自己像老大爷那样死去 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忍受 让时间来冲淡这一切 在阿齐尔再次劝述下 劳伦说出了真相 阿齐尔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件麻烦事 以后不用再小心翼翼过日子 也希望亚伦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劳伦知道的也并不多 他只知道男友叫亚伦 其余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劳伦告诉阿齐尔一个关键人物 亚伦一帮人中 有一个是他的高中同学 名叫马兹 这条线索很有用 阿齐尔必须好好利用 依然看上去是一帮小屁孩 实则无恶不作 况且他们还有枪 单独作战的下场会和哥儿一样 在准备行动之前 必须找到几个能够为自己卖命的人 哥哥的葬礼上 来了很多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他们都是曾经过命的交情 面对劳伦的死都十分难过和气愤 虽然他们都已经白发草草 但绝不是在养老院里的老家伙 他们可是一把年轻 还能扛起大枪的硬汉老头 他们四个人要领好查理的后事之后 正是踏上了复仇之路 一二组织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的眼线遍布伦敦各处 亚伦的手下看到阿齐尔去找劳伦 他们并没有轻取放动 而是给了他们一个警告 还派一帮戴面具的人 来到理系架恐吓他 这一帮不知天高地高的家伙 一二的举动成为自己的催命符 阿齐尔措手人找到马子的地址 在他经常出没的地方设下埋伏 将他抓了回来 把他们绑在凳子上 听候阿齐尔的审问 这两个人死到临头还嘴硬 不肯说出亚伦的藏身之地 还试图爆出一二组织的名号来拯救自己 并对阿齐尔各种侮辱 认为他们四个老头 怎么可能和一二随放 他们或许还没有弄进行事 这些球经沙场的老痞子 怎么会惧怕这几个小头漏 嘴硬的他们不是没有见过 有的是手段对付他们 无论医治多么坚强的人 在他们面前都会对外开口 阿齐尔是15分钟就能聚开一具尸体的土服 罗伊是最出色的尸行者之一 能让人痛不欲生更是见广高手 阿瑟不会给人第二次犯错的机会 净就不吃吃法酒 那就只好上点手段 而齐尔只对其中一个实行 让另外一个看着 看他们能够诊到什么时候 最后直接上电钻 再硬的骨头也顶不住钻头的威力 这一下他们彻底怕了 反复强调这件事和自己没有关系 他答应带着阿齐尔去见亚伦 这明显是在说谎 他在屁股离开椅子那一刻 就被阿齐尔给干掉了 另外一个也因为逝去不多而死亡 这次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二组织成员对亚伦的忠诚度超乎他们的想象 像马兹一样的人如蝼蚁一样 扑附在亚伦的脚下 尊重着他所建立的王国 没有是非对错 没有正义可言 自己掀踏法律 决定人的生死 过着快意潇洒的人生 如果常规的手段不能将他们绳之于法 那么只能由阿齐尔这样的人来主持功劳 没有线索的阿齐尔又来寻找劳伦的帮助 劳伦十分惧怕亚伦的势力 更何况他们手上还存有自己的不雅招 他不敢告诉阿齐尔任何事情 他越是什么都不说 麻烦就会越拖越久 他的处境也会更加危险 能尽快解决的办法就是将这一切都说出来 阿齐尔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 经过再三思量 劳伦终于鼓起永续指认了亚伦的同活 他们将黄毛抓起来 逼问他亚伦的下落 黄毛也是一脸随眼 什么都不肯说 阿齐尔带着哥哥的手环 一圈一圈打在黄毛的脸上 直到他再也说不出一个词 因为阿齐尔太久没有练过 虚策地昏了过去 毕竟这么大随数 他要干体力活却是有些勉强 在他住院的日子里面是最危险的 生怕亚伦这个时候来报复自己 而劳伦得知阿齐尔住院的消息之后 自己看 他拨通医院的电话 确认阿齐尔是否真的在医院 得到肯定答案之后 亚伦决定复仇 他带着一众兄弟来到医院 经过一番搜索找到阿齐尔的病床 他们执行任务的经验并不充足 看到阿齐尔的病床就狂喜 来不及确认就朝着上面开墙 随着阿齐尔从他的身后缓缓走出来 他们早已全副武装等待他们到来 这一切都是阿齐尔谋划好的 先让劳伦甲义和亚伦复合 引蛇出动 再到医院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在医院发生了火病 阿齐尔他们只有四个人 寡不敌众 他们必须找到退路 劳伦这一次并没有转捉 关键时刻打给妈妈请求支援 为了自己也为了帮助查理 他的妈妈就是泰勒探长 很快便带来突击队一起加入战斗 即便突击队员马上就来 亚伦也不肯离去 他一定要和阿齐尔整个隐死五活 他抓住了劳伦 威胁阿齐尔放下武器立马投降 阿齐尔他们不想伤己无辜 况且劳伦还是个孩子 他自己也有女儿 他能够想象到失去女儿时 一个母亲意味着什么 阿齐尔和自己兄弟们放下武器 从兵方缓缓走出来 亚伦拿着枪指着他们 对着他们进行最后的审判 原一位胜利的亚伦 没想到自己的兄弟突然淡水 安吉早就看不惯他的行为 可他感动不改言 这一次为了心爱的劳伦 决定放手一搏 从身后抱起了亚伦 诺伯克街的亚伦拿着枪朝着阿齐尔走去 被阿齐尔一拳打倒在地 亚伦从地上爬起来想朝阿齐尔开枪 不料突击队员感到将其击毙 一切结束之后 阿齐尔继续住院 和戴一齐的还有他的老伙计 泰勒探长真心的向他表示了感谢 谢谢他救助自己的女儿 同样也感谢查理 这次的举动是出于正义的 警方并没有追究阿齐尔他们的责任 阿齐尔也承诺自己痊愈之后 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西班牙 时间过得飞快 相遇之后便是离别 兄弟们看着阿齐尔缓缓地离开 阿齐尔只是跟他们看了一个玩笑而已 二十年前就离开过他们一层 他不会再忍心再抛弃他们一层 况且自己的爱人还在这里 还有和兄弟们并且作战 清理人渣让他热血浓派的感觉 远许不应该扫造过上退休生活 而是再造辉煌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黑帮犯罪电影《歌曲经哲》 阿齐尔虽然是黑帮 但身上还兼具侠气 在这个不是黑就是白的世界里 用他自己的方法维护了正义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